记得挺清楚 为什么 大使年表 你不是没时间吗 多却写的 你写的大使年表太普通了 都是些所有人都能查到的历史时间 但这种游戏得有猎奇感 学要更多细节 我整理了几本剑子书 还有论带上的帖子 包括一些野史画篇 野史 那我最喜欢看 我是用来给你学习的 不是用来给你八卦的 你平时也不怎么玩游戏吧 我上次玩游戏的时候还是 你告诉我你上次打游戏 我还是过河死的 游戏 三次机会 没死我就去造棋 我还找了几个 类似无敌武将的游戏 安装猫都在油盘里 明天是周末 你别去公司加班了 花时间好好玩吧 找找感觉 脑袋一热就出头了 也不看看自己有多大能力 你说两句好话会死啊 是 所以你准备好跟高建恒开战了 无敌无将是我们第一颗子弹 上点心 知道了 老板 来一个二锅头 等会儿 你要喝酒啊 对啊 庆祝一下 对 等会儿 酒别上 为什么你管这么多 谁让你喝酒的 要你管 酒别上 钱我不会付的 他也不给我给 上吧 这 二位 我 到底要听谁啊 听我的呀 我是组长 上吧 老板 谢谢啊 庆祝一下怎么办 其实你不用送我 缺点酒算什么呀 那我在国外的时候真是 在国外就学了这儿了 在国外就学了这儿了 这跟国外没关系 我是被你带坏的 我第一次喝酒 还是你教我的 第一次喝酒 第一次打游戏 第一枪无敌营将 第一次拼命 正好 好 你在外面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呀 只不过是从说中文 变成说英文 菜难吃了一点 但我可以做自己 喜欢做的工作 学自己喜欢的东西 挺开心的 那你不回去了 打算就这么放弃 人生嘛 终究要错过很多事情的 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每一步都会 朝那个方向走 就永远也不会后悔 这也是你告诉我的 别再说是我把你叫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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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醒了吗 醒了 我就住这上面 谢谢送我回来 走了 明天见 明天见